41歲的TVB 藝人楊明 因被控於前年8月份涉嫌不小心駕駛等罪成 早前高等法院宣布維持冤判 將他即時收監18天並處停牌2年 楊明在荔枝角收藥所接受檢疫隔離之後 被押送至赤柱監獄繼續服刑 直至1月8日營館釋放 適服最近元丹家旗 女友John Seeming和好友王建東前往赤柱探監 對比上一次在荔枝角收藥所探望男友 今次John Seeming的心情明顯放鬆不少 當日他和王建東乘坐黑色赤人車抵達赤柱監獄 伯理完相關探訪手續之後 兩個人就匆匆盡內和楊明相見 大約下午3點多完成探訪 John Seeming和王建東步出監獄大門 心情不錯的他還主動向記者招手示意 雖然無論記者如何追問楊明在獄中的情況 他都拒絕作答 但就細心叮觸記者天氣寒冷要注意保暖 另外有傳媒隨即也曝光了楊明的獄中照 當日他和女友見面後 在懲教職員的陪同下 通過露天通道返回囚室 見到他身穿啡色囚服 行路抬頭挺胸 看來狀態都想算不錯 接下來還剩下5天 楊明就可以出冊和女友團聚了